早日好,今天上午起来呢 我们把雪包,雪板,以及我们要带的皮箱 还有拍摄的东西全部带着 我要这个剪接一下我的这个包包 因为我们现在一二三四个包包 这样的话去学长会有点麻烦 学长我们可能还要背一个包去进去 带水啊什么的 所以尽量变成两个包吧 三个把它装到皮箱里面去 然后带电脑啊什么的 然后到那边也少不了发视频 这边在充电的东西呢 这两个东西已经充满了 我们走的时候呢 带一个全能型充电器就行了 这样我们电脑也可以用 这个就是我们每次出门都要带的一个 120瓦的一个充电器 是不是120瓦 100瓦 100瓦的一个充电器 这样它它可以充我们所有的设备 包括电池啊这些乱七八糟 所以我们把它一大包 这还有一块电池拿过去充 这两块已经充满了 所以我们要把它拔出来 单独拿着 出门电池最重要 其他的都还好 准备出发了 走 我们上车再拿点东西 拿个引线眼镜 到车上我们找一下我们的引线眼镜 看一下是不是这两个 好 这两个是 好 可以 拿引线眼镜 然后 这就准备走了 去朋友那换车 这样它我们就开 看能不能开一台车走 以后这车上我昨天翻的吧 车里边现在温度其实相当低了 哎 这个都没电了 知道没 我现在是得换电池了呀 温度计都没电了 改天换吧 回来再换 先走了 出发之前呢 我们中午还是 萌萌的吃一顿烧卖 还在等人 我们先吃了一斤 谁先吃完 谁先出发 我们尽量开两个车板 原本是打算开三个车 但是呢 车开的太多 雪场没地方停 所以我们把这个后排放到一个 可以放三块板 三块雪板 然后三个皮箱 然后这边车上坐三个人 一个车坐三个人 两个车就够了 我先去买点水啊什么 我天这车脏的 先去买点水 出发 我们现在要上包包高速 然后转筋脏 今天天气还是挺好的 又要去滑雪了 观点方服务区 哎不是收费站 我们走ETC 今天虽然我们是中午出发的 但是下午可能六七点 六点钟就到了 还好中午吃的烧卖比较扛饿 走了 黄河大桥 这下边看着黄河都冻结冻了已经 刚刚过黄河大桥 一过黄河就是包头 就出了二多四市了 现在往霍奥特方向走 然后我们就要转金藏高速 从北京到西藏呢 到达哈塑海 我们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下哈塑海服务区 然后上个厕所再走 今天天气特别好 外边只有零下三度 所以不冷 好我们让司机休息一会儿 我们继续上路 继续出发 可能还要有四个多小时五小时左右的路程 到达桌子山服务区 我们来这边不是为了休息 而是为了买这边的一个 比较好吃的熏机 现在已经四点了 我们还有三个小时才能到 进去买点熏机香肠什么的 进入服务区 这边服务区是需要看这个通行码的 我们先去买这个熏机 闻着味儿就来了 拿着熏机 拿两个猪脚 两个猪脚 对 然后进两个 可以 然后再拿着熏机 然后再拿点鸡爪 拿两根熏肠 再次出发 我们这个买了一些熏机 带到那边学厂去 每次晚上回去吃点零食什么的 这熏机味道还挺不错的 等我们回来的时候再买点 现在离我们这个学厂还有 三个小时19分269公里 现在已经5点20了 但我们现在还在路上 看这边5点20就已经 日落了 6点钟天就彻底黑了 崇里这边比我们那边要气温要低一点 要低一个几度 这两天呢我们一定要注意保暖 因为雪场一般 有点风的话就会很冷 现在时间6点半 我们即将进入城里 它这边的隧道还挺有特色的 画一些蓝天啊什么的 一直在穿衫 到了地方打算先去我们经常去吃 吃的那家牛肉卷饼去吃点饭先 然后再去逛逛雪具店 差不多我们开了6个小时 然后现在终于看到城里南的这个 收费站了 很远远打的雪国城里户外天堂 冲绿南 一路上也没有问我们人要核酸啊什么的 反正就直接到收费站了 可能是过了收费站开始要 ETC都可以 ETC都可以 对 口罩应该会对 口罩应该会让我们要 对这是疫情检测 对对对没错 幸亏我们带了核酸 这地方就是要看核酸形成马 健康马 然后很快的我们就过来了 超级快 我们现在进入了城里 准备去找个地方吃饭去一下 吃饭吃饭 进来了 这边就是2022年冬奥会的举办地 每年来这边的时候都是 我们先找一家地方吃饭 把饭吃完之后 然后去逛下水绝巨店 今天人应该不是很多 因为我们特意找了这个平日 如果周末他这地方人还是比较多的 终于找到了我们吃饭的地方 社会主义农家小院 每次我们都会来这边来吃点这个 牛肉进去人肯定应该很多 好嘞到了之后呢 我们还是去加牛肉卷饼 店长要了一小份这个牛肉 然后加卷饼 要了个炒菜 我们先吃着看看这饼卷着牛肉 一大块牛肉直接卷里边去 我还点了一个鸡蛋忘了 不错不错 来大家去喝了一个 嗯 饭是吃完了 然后我们去雪具店逛逛 因为这边雪具店它开的比较晚 然后去看看有没有新的板出来 然后服装啊衣服啊什么的 看有没有的雪 好我们今年要重新换下鞋子 换一双蓝色的 然后顺便要换换块板 因为这个固定器它是快拆的 我那个就绑起来很麻烦 这个就很方便 看一下 我们一起过来换鞋子 它这个固定器也是这样子 你看它上面没有各种勒的 直接踩上去就能走 棒 然后呢今年Burton的新款的板 啊感觉好不错这块板 但很可惜没有我的 没有我的这个尺寸 我的这个体重啊稍微有点重 它这块呢刚好不够 所以我们先来看看能不能找到 这块板在城里哪里有 好我们的新板子 现在装固定器 这个是一个快装固定器 比我们之前那个绑带的要先充很多 所以呢今年换一个板子 换了一堆东西 然后把板拿进来之后 让调整了一下我们的这个 顺便做了一下保养之类的 这就是我们的雪包 准备拉着回住的地方 现在是晚上11点12 我们在店里边一直调整这些东西 大概都差不多四个小时三个小时 现在才有回去住的地方 看北京2022冬奥会标志 回去休息明天划雪漏 在这边呢因为冬奥会的原因 所有的酒店全部留给运动员了 所以我们住了这边的公寓 公寓这边也挺不错的 价格便宜 然后还比较方便 很近 进入这个小区之后 我们竟然找不到我们在哪栋住的 整个小区在逛 看那个 哪个 那是谁 那个是 对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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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呀